全油管最快新闻 德国警方打击人口走私团伙 中国富人花36万欧元预入籍 德国警方正在打击一家人口走私团伙 该团伙专门针对中国和阿曼富人进行贩运 据调查 团伙成员通过互联网上的拘留计划招募目标人群 并向他们出售德国拘留证以获取大量金钱 被贩运者支付的费用高达36万欧元 警方已执行221项搜查令 没收了超过120万欧元的现金 拘留了10名嫌疑人 针对自营职业者和技术工人的特殊规则进行非法活动 此次调查揭露了一家人口走私团伙的黑幕 高达36万欧元的贿赂费用令人震惊 警方的行动表明了对打击人口走私的坚定决心 订阅新闻急速地最先知晓天下事